Hello 大家好 今次要介紹的遊戲就是北歐女神 也有其他稱呼 叫做女神戰技 這個遊戲我都經常提到 因為你見我用艾基利和微爾單體的時候 都經常提到北歐女神的 其實北歐女神的遊戲的歷史都很久了 如果我沒有記錯 最少也有十年了 當時就在這個PS出線 然後就移植到這個PSP 然後開始漸漸多人留意 其實這個遊戲在當時已經評價非常高 主要的玩法就是一個RPG的遊戲 其實它的模式方面都蠻豐富 因為它有很多個... 平時可以在不同的地圖冒險 然後你選擇了一個迷宮裡面的時候 它是類似一個... 即是有動作要素和解謎要素 因為它跳的機關是很賤格的 還有是... 它有這個水晶系統 即是你可以射出東西就變成物件是水晶 然後可以利用那個水晶作搭跳桌 而有些位置有些道具是... 幾個人 即是如果你不看攻略 你用腦袋去想 當時我小時候都試過這樣想 其實都... 即是當你終於跳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你的成功感是非常之大 所以它那個... 平時的遵恨就是... 首先你去不同的地圖 然後可能有不同的中間 那些叫英靈 即是戰魂 我們這麼說 因為... 阿爾基里的任務就是去人間搜尋一些... 可以... 即是值得一挑選一些... 一些戰鬥... 適合戰鬥靈魂去準備這個... 諸神亡昏的 那所以是... 其實阿爾基里另一個稱呼就是... 那些人就是暗中叫戰女神就死神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其實阿爾基里出現的地方就等於... 將要有死人了 即是你看到阿爾基里的意思就是你將要死了 那所以其實有些人是很不喜歡見到阿爾基里的 因為見到阿爾基里就是代表我要死了 即是你要挑選我的靈魂 就是這樣 那你見到戰鬥系統都... 待會再慢慢說這個戰鬥系統 那他戰鬥系統是非常之... 我覺得都幾出色的 那個玩法都幾創新 那你見到其實跟薇爾丹梯是不一樣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 佛勾女神的設定上... 其實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薇爾丹梯 因為他將命運三女神跟這個阿爾基里就融合在一起 對啦... 那TOTAL... 阿爾基里是有三戰會的 就是大女、中女和小女 那...我們... 那...我們... 北勾女神... 這個... 第一代他主要是講這個... 這個... 就是異女的 對啦... 異女就是微二丹梯 這次拍一拍... 他們用了打鬥片來示範他的戰鬥系統 那... 那TOTAL最多出四個啦 你見到 什麼範圍攻擊 對啦... 那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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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玩FF其實都有的 那你見到是... 有四個制感啦 其實你是代表不同的人動的 那你每人隨著武器 即是武器的不同 就會多Hits 最多3Hits 還是4Hits 那你見到左下那條綠色 bar 去到100的時候 他就可以用這個大技 對啦 那你第一個用了 那你見到他儲得到100 然後就可以用第二個了 那... 那... 這裡有次序接分 就是因為每個人的大技 可以儲得那個... 能量把... 能量 bar 那個數字是不同的 有些人可以一下打80 有些人可能一下得20 即是打完 那虹如不同的人用的次序上 你都要留意這個 這樣才可以打完四個 這樣一百又可以再用 但他不用了,可能他就想留技 因為大技用完會有CD時間,可能他就想留一留技 這關其實已經是最後BOSS 那這條是魔龍 古蛇巨龍魔龍 咦,有巨龍我忘了是誰 魔龍就是芬妮爾 巨龍也是其中一個 其實應該是洛基的小孩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洛基的小孩 包括冥界女神克爾 魔龍芬妮爾 世界蛇 耶夢加德這些好像都是洛基的小孩 大致上的戰鬥系統 其實也不會像指令式那些沉悶 因為不同的人的攻擊時間不同 排序不同的打法不同 因為他有些技能是把怪挑起的 然後你再慢慢搏這個HIT數 那行能量BOSS就會儲得很快 那這裏我們戰爭通例隊 繼續講其他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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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遊戲當時 咳 咳 其實這個遊戲當時 我都是PS時代 我都沒開始玩 因為當時我小時候是沒有PS的 直到去到這個 呃 PSP 然後有中文版 我就開始玩 看得明劇情真的差很遠 我覺得包女神的劇情也是非常之好 一代的劇情真的很好 因為每一個英靈都會有這個故事 想打一次 咳 咳 對了 如果這一分 你說十分滿分給幾分 我想我都給九分 那十分是未至於的 始終我覺得就 呃 唯一的缺點 其實缺點都 呃 如果你勉強要我說缺點 就 其實真的沒有問題 很難很難 考慮這些缺點出來 但扣一分是誰 始終我覺得他就 未至於 呃 上次我給十分 那隻什麼 那隻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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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隻始終是 其實也有九分之九點五 很難比 那你唯一我真的要說 就是他可能 他有三個結局先的 基本上你每次 其實你每次都是想玩最好的結局的 那你一定要送一個男主角上天的 對 理論上 雖然看上去很自由 但你發覺其實根本你每次 那個 都是要這樣做 對 還有你不看攻略 是很難 很難知道那個 隱藏結局是怎麼走的 就是那個 最好的結局 其實一定要 很難 你很難看攻略而去做到這件事 對 剛剛那個就是奧丁 還有一個 叫佛雷 佛雷其實正式 正式的神話來講 是男性 因為他把他變成女性 而佛雷在這個遊戲裡面 是很多人最喜歡的角色 我也是 因為我被他的姿勢迷滑著 右手邊 綠色的那個 那這個就是雷拿斯被奧丁召喚了 對 那接著其實說到最後介紹一下 那些人物 其實這個天幻網 其實是大陸網 你發覺其實 有時的攻略其實大陸網是做得不錯 還有當時漢化 你發覺其實都是大陸人漢化 所以這一點我非常之欣賞他們 就是他們很有心 其實看漢化那些 其實漢化動畫那些 漢化那些漢化字幕 都是他們搞出來 就是你 就是我不會以騙概存 什麼 就是大陸人 也有非常之值得欣賞的地方 還有他們COSPLAY是非常專業的 如果你有看開都知道了 那這個我就直接說 很快地說一說 那 雅爾基里就是主角 二女 那其實我這個是 微爾丹體 還有 雅爾基里那個 就是雅爾基里那個 重疊了 那佛雷 佛雷 父女 這個女性化一點點的名字 那其實是重要人物之一 那就是奧丁 奧丁 奧丁其實是 這把神槍 那他的裝扮都挺樸素 我覺得 那實際上在遊戲裡面都沒有表現 但是很值得留意 池田秀一好像是瑪莎的配音 當時我一聽那個配音 我就聽得出是瑪莎的配音 那接著是洛基 那洛基其實是 有個 那他很喜歡我作劇 在包神話裡面 那經常弄古人的 那 這個有機會我再講 洛基的故事 那他在遊戲中 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來的 那接著說一下我們的戰魂系統 戰魂系統 即是我們的中間 即是同伴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收回來做一個 自己有 所以其實你都會有很多選擇的 你發覺 那這樣東西都比較自由 其實有幾個重要角色 那這個大劍是我每次都一定用的 基本上 因為他就加入時間組 以及非常強力 那我通常一定選他 除非你想試試新的 那這個就是 那四眼 這個其實是 這個系列裡面最主要的角色之一 那這個就是後期加入很重要的 那這個大魔法師 這個男主角 那這個好像蛇叔 其實我看很多次都覺得他好像蛇叔 即是Slick 這個死神 這個死神 其實這個死神 其實這個死神和四眼仔 是要是隱藏迷宮 才會正式加入的 那都很後期 那其實這個王女 我都挺喜歡 基本上我都是主要用女角的 那那那美 其實已經有少許暗示 伊邪南美 那夢流這些人魚 這隻 這個大魔法師 那其實都幾多選擇 任君選擇 還有一些畫風都OK 那他人 包女神主要是好 就他人設技好 因為其實 我聽到好像本身說H慢 那條人的人設也挺漂亮 所以人設 故事 戰鬥系統 還有他的模式 都挺吸引 那這個遊戲 其實我建議真的值得一試 一代是值得一試 絕對是很好玩的 那就是了 希望大家有機會去試一下 那二代也出了PS2 那其實我二代就不是那麼好玩的 我覺得已經 那我也爆了機 那我也爆了機 但他的故事 還有我覺得他的故事 還有 因為他硬要立體化 所以搞了一些人很膠 我覺得 真的不漂亮 當時的年代 你要硬要立體 那些人一定不會漂亮 都是哪個 所以是靠了一點點分 二代 可能我給10分 我給8分 最多 但是一代我覺得非常出色 9至9.5 希望大家都試一試 這隻舊的遊戲 包雷神 那他的故事 應該都可以感動到你的 那我們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